看一下,這個範例基本上也是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函數 第二階段是聚集,第三階段是VBA 第一階段的話就是,我們如果要把這個函數做出來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就用φ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這邊用剛剛講的那個φ函數 φ什麼呢?φ錢瓜糊 然後去哪邊找?VC嗎?去這邊找 你可以看這個結果,它會跟你講說 它跟你講找到第三個字 如果是三的話,那表示你公式沒錯 如果假設不是三,那你公式可能要再檢查一下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為什麼要剪下來?因為我還需要切那個字 所以我就把它剪下來之後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md函數 你可以用最近使用過的,或者是找文字類的 我習慣最近有用過就用md md,然後是在哪裡?是在這裡 taste就是你的字,在這裡 在這裡,我的資料 那哪個字開始?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按右鍵貼上,有沒有?然後記得加1 然後幾個字的話呢,我剛剛有講過一個公式 就是後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的位置的公式怎麼? 找後瓜糊的位置的公式呢? 其實你可以在貼上,直接找前瓜糊的位置來改 那改的方式很簡單嘛,你就把那個前瓜糊 fine 雙引號裡面那個前瓜糊改成後瓜糊就好了 他就找到了 那找完之後他得到9 意思是說,我幫你找到後瓜糊的位置,第9個字 然後你再減掉前瓜糊,所以再貼一次 OK,那當然會出現6啦,變成第三階冠軍後瓜糊 多一個字,所以怎麼辦?再把它減1就可以了 好,那公式就完成了,OK 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是第三階冠軍 應該沒問題,按確定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甚至你可以向上填滿喔 OK,向上填滿,上面也可以填啦 不過你填完之後會有另外衍生的問題 基本上啦,這樣應該就OK了 至少有沒有,你會發現他基本上就把瓜糊的資料都取出來了 取出來了,有沒有,這樣滿方便的 OK,所以喔,未來如果假設 我們要取那個某個不確定字數的文字資料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Find跟Mid 這個好像我們在那個 就台北市簽到按鍵裡面也用到 Mid跟Find 那最後如果要把資料過濾掉的話 那最後啦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公式再減下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一連串的公式其實很攏長 但是怎麼做出來 基本上喔 都是先做一個step,再下一個step 所以第一個step可能是Find 第二個step用Mid 第三個step一樣,再把各個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再減下 那記得喔,減的範圍是從B2 OK,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就好了 那我的需求是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就是請字號開頭那個錯誤幫我過濾掉 那過濾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先插個環數 找到那個邏輯裡面的那個什麼 Find OK,就這一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請你把value貼上什麼 就剛剛那個公式 有沒有,剛剛不是有個Mid什麼什麼 一堆對不對 你把公式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如果它假設是正常的話 它就不會有AIR 不會有正常的話呢 它就不會有錯誤訊息 可是呢,如果假設喔 像這個是沒有括弧 它有錯誤對不對 那你要該怎麼處理 所以它有第二個參數 那如果假設有這個錯誤的話呢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要把它清掉 我不要它 那不要它怎麼辦呢 當然呢,你想說是不是保持空白 其實不是喔 你如果不要的話就是清除啦 那清除我們前面有用過還蠻多 就是兩個雙以後 所以你在這邊打兩個雙以後的話 表示說呢 把這個頸Value的這個資料 幫我清掉的意思 所以清除記得喔 在這邊加兩個雙以後 好了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它按確定 那再來直接把它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呢 得到結果 就會剛好是符合我們要的一個資料了 OK 不然的話 如果假設你不會用這三個函數的公式 那變成你就是要土法煉剛 那當然很浪費時間 OK 另外再來的話 所以喔 待會請各位把這個第一個工作表 把它取名稱叫做 函數好了 這個就是函數 給函數練習 所以我們會用到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是Find 第二個是Mid 第三個是Effail OK 把這三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如果假設這件事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我當然最好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幫我再加個按鈕 按個按鈕 它就可以幫我把它自動把它填滿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說 如果按一下它 它可以自動幫我清掉的話 那當然更好 OK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可以符合這樣的結果 最後不用再土法煉剛了 以後的話呢 反正喔 我只要按個按鈕 這件事情就完成 再按一個按鈕 自動就把資料清空 欸 所以喔 請你們先把那個 這個地方先完成 公式先做完之後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請你把函數這個工作表 再拖拉加Ctrl鍵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呢 取名稱叫做去齊好了 我把這個先刪掉 那一個是去齊 一個等一下我們要練習就是 再把它變成去齊 欸 還記得吧 去齊 去齊其實齁 就是不用自己寫啦 但是你變成你要錄製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那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錄製 那我的想法是希望呢 你幫我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按一下它 自動幫我填滿 一個按鈕是按一下自動清除 欸 所以這樣怎麼做 但第一個啦 你一定要先把什麼 這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其他命令 其他制定功能區 這個前面講過有沒有 其他制定功能區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一樣是 透過什麼呢 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 那個錄製錄製 可能錄製錄製 錄完之後 這邊會有清單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利用插錄裡面按鈕 這邊做個按鈕就好了 把你剛剛錄的東西 讓它可以弄 這樣就OK了 只是要怎麼做啦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所以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但彩排的時候 你不需要把公式刪掉 你只需要1 游標放在B2 2的話呢 因為要輸入公式嘛 游標再放在資料編輯列上 打勾就可以 打勾的話 表示說 我把這個公式 輸入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把它錄下來 然後呢 3的話呢 就是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快點兩下 它就幫你把它 直接填滿到下方 把它錄下來 OK 那這個按鈕叫什麼 也許叫什麼 要刮幅自竄好了 要講一下 另外一個是清除 清除 清除也蠻簡單的 1游標放這邊嘛 那怎麼選到底 記得這個 可能要記一個快速鍵 當然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選 這樣可以啦 只是說 如果你這樣選 將來錄下來 它只會跑到B10 有沒有 那如果將來 如果你的資料增加或減少 它不會動 OK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就是游標放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按住然後向下 它就會幫你把你的這個範圍 直接選到這個範圍的最底部啦 OK 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錄一下 將來呢 你資料會增加或減少 它會也會跟著增加減少 這樣我覺得比較有彈性 然後呢 再來delete掉就好了 就清楚了 OK 那如果你假設彩排過OK 沒有問題的話 那再來就可以錄製了 錄製的話一樣嘛 有沒有 這個跟前面做過 這個錄製去習 動作一樣 所以將來 假設你要錄 某個動作 如果你將來做過了這個 OK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彩排 彩排之後呢 也就可以開始錄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這個公式 先完成 完成之後呢 先複製一個工作表 然後並且把它 這個地方 就是先試試看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如果我做過了 我就不要再做了 把每天都做重複的事情 怎麼浪費時間的 那怎麼樣提高效率啊 其實這件事還蠻重要的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剛剛講的部分 先完成 然後再試試看